為什麼每次到選舉就會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平常大家都過得好好的 但是一到了選舉就開始槍擊案 同婚 墮胎 變性人權 白人至上 種族歧視 戰爭 各式各樣的東西 各位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基本上都是經濟超級無敵差的時候 或者是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錢不是我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越多越好 當我們發現開始沒錢的時候 就會開始慌張 害怕 因為有錢代表著對未來的生存的一份安全感 當我們發現我們存的錢貶值 變值 之前存的好像不夠花的時候 我們就會生氣 因為我們努力工作 努力的存我們對於未來的安全感 以及家人的舒適 但是政府卻可以使用政策 跟無恥的通貨膨脹來竊取我們的財產 這個時候政府想做的事情 就是讓你不要去想這麼多 告訴他的人民一堆議題 然後說都是那些保守派 基督徒的錯 你們不要在乎錢 錢再賺就有啦 你們當我的前線去攻擊他們 只要剷除他們 一切就解決啦 中國共產黨叫這個鬥地主 分田地 希特爾叫這個種族大清洗 大謊言 Big Lie 斯達林說這是西方資本主義鬥爭 那麼現在在美國叫做什麼呢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們的執政者拜登等民主黨 正在全面的尋找各式各樣的理由 來挽救11月的期中選舉 使用的方式就是把人民的注意力 集中在其他東西上面 上個禮拜 他們試圖用墮胎這個議題來混淆視聽 沒什麼用 他們的民調還是一樣低 然後呢 這個星期他們就說 所有的共和黨人 保守派全部都是種族歧視 喜歡白人屠殺黑人 結果也沒有什麼用 那麼他們會說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美國人忘記 現在油價怎麼高成這樣 薪水怎麼養不活家 拜登不是要拯救美國回復正常嗎 現在爛成什麼樣子呢 所有民主黨的人都開始跳槽了 首先是世界首富 Elon Musk 為甚麼的 為什麼下載有 generates wa甚至沒有人 用不信用 那些課程 而 卸定是 Twitter 現在 為甚麼人 歸中 教練 不成為 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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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Elon Musk自己承認他長期以來都是投票給民主黨的 That's not a surprise 因為有錢人都會希望自己看起來很有愛,很有同情心,很在乎社會跟人民 而民主黨長期以來也就是在說他們是在保護弱者,為了人權發生,愛地球 他們要的不是錢不是權利,而是給更多的人均富更平等的人生的一個黨派 共和黨則是一直在推崇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你沒有錢是你自己不懂得怎麼理財 你的人生過得不好是因為你自己犯的錯誤 你要為你的人生負責,政府不應該幫助你也沒有義務要幫助你 只應該讓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競爭機會 所以這些有錢人如果捐很多錢給民主黨或是幫民主黨助選的話 對他們來講是增加他們形象的好處 而且他們也很樂意的當別人的榜樣 你看我賺點錢我就捐助給窮人或慈善機構對不對 這些有錢人跟明星是希望而且渴望掌聲的 這跟保守派的人差很多 我們其實也很希望每一集都放一個名單 然後感謝所有奉獻給我們 然後還有購買我們會員的人還有機構 但是我們的會員都會跟我們講說 不要公布我們的名字喔 我就是純粹想要幫助你的事工而已 我認為你們現在做的事情很重要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 所以我來這邊真的是感謝所有的購買我們會員的人 沒有你們 我們真的是付不出我們三個人的薪水 在這裡我希望可以特別感謝一個人 這個人我們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我們 但是每次我們出現財務危機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會隨便跟別人講 只是純粹的禱告 但是他都會突然出現 幫我們一個大忙 這個月月初我們的公司戶頭只剩下八千塊錢 等於就是下個月或下下個月公司就沒有錢了 結果突然就收到了一筆一千塊 跟一筆兩千塊的奉獻 而且上面寫著 Support Sister Felicia and Brother Ethan 就這個樣子 我們的錢又可以再讓我們多撐一個月 真的是神蹟 每一筆錢對我們想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們能撐下去 真的就是靠每個月都有神蹟 OK 不好意思 我離題了 這個是個新聞頻道 不是一個什麼基督教真情部落格 總之 Elon Musk 這樣的人 跳槽到共和黨 會帶領非常多的年輕人這麼做 而且他的影響力是絕對的 仔細想想看他做的生意 一直都是民主黨一直在提倡的生意 什麼電動汽車 太陽能發電 然後去火星 放晶片到人的脊椎骨上面 而且真的有幫助到很多人 雖然很多東西 例如像什麼精神系統晶片 還有他也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全民基本收入 我是完全不同意 而且是完全反對的 因為與其說我是個共和黨人 或是我是個保守派 這兩個都沒有辦法詮釋我個人的思想 我個人認為可以詮釋我的價值觀的名詞 就是基督徒 只是 目前共和黨跟保守派的價值觀 比較接近基督徒而已 這也表示 Elon Musk 很多做法是徹底跟我衝突的 徹底的跟我的信仰衝突的 跟我價值觀衝突的 但是至少現在 他出來宣布要投給共和黨 而且為了言論自由購買推特 未來會怎樣?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現在或者在某層面上 我認為他算是保守派的盟友 結果就是被左派罵的個要死 說他是貪財 毀滅憲法 現代獨裁希特勒 跟毀滅言論自由 逃稅 浪費錢做火箭去火星 當他做了這麼多左派要的事情 而且成功了 得到的不是掌聲 而且還被辱罵的話 他會跳槽很令人訝異嗎? 這只能表示 左派沒有任何的朋友 左派永遠只有可以利用的人 跟可以大大利用的人 另一個好像這次 可能會放棄投民主黨的人 猜猜看是誰 剛剛說的是世界首富 接下來就是 世界第二有錢的人 Amazon的創辦人 Jeff Bezos Jeff Bezos 基本上就是一個 民主黨養的很有錢的狗 他公開在推特上面 打臉拜登經濟政策 因為白宮現在開始攻擊他了 美國總統在把所有的錯誤 全部推卸責任給其他人 左派只會狗咬狗 左派只會創造一個天使般的形象 然後把所有的屎 全部都潑在別人身上 結果就是一定會潑在自己的身上 Jeff Bezos發推文說 你看 有松鼠 這個是白宮 針對我最近的推文發出的聲明 他們很明顯的在混淆視聽 他們知道通貨膨脹傷害的就是那些 有最多需要的人 但是工會不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 有錢人也不是 記得這個政府曾經試圖 要再加上額外的聯邦3.5兆美金預算 結果他們失敗了 但是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現在通貨膨脹會比現在更高 而且現在的通貨膨脹 已經是40年以來的新高了 這個就是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 到底有多爛 Jeff Bezos 2020的時候 鐵定是支持拜登的 2016的時候鐵定是投給希拉蕊的 之前絕對是投給歐巴馬的 這已經是個公開的報導了 已經不是公開的秘密了 現在他在吐槽拜登的經濟政策 好笑的是民主黨這些人現在說 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 是因為有錢的人太貪心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提高這些有錢人的賦稅 我來講解一下通貨膨脹是什麼東西 真正要了解的話很長 想要深度了解的話 可以去看我的個人頻道 PHC的國富論系列 裡面有詳細的講解 通貨膨脹的意思就是 過多的錢在購買不足的商品 然後根據拜登政府的方法 阻止通貨膨脹就是要減少商家的收入 讓商家更無法提供商品給市場 這次人到底有沒有高中畢業啊 如果商品變少了 市場流動的金錢還是一樣多的話 這個樣子商品就會降價啦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這個史上最窮的人都知道 市場不是這個樣子搞的吧 好消息就是我們目前有一位 自認非常獨特非常重要的 黑人同性戀移民的女性 來解釋這一切 根據她自己的說法 這是她獨特的原因 跟我的觀點絕對不一樣 對我個人來說 她就是一個一般的人類 我們要尊重他們 我們要愛他們 她是獨特的 因為她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但是根據這位新的白宮發言人的說法 她獨特的原因是因為她的膚色 性癖好 身份還有性別 就是因為這些 所以她才有資格當白宮發言人 絕對不是因為她很會說話 很會回應記者 我們來看一下她回答 為什麼提高賦稅就會降低通貨膨脹 貪伍稅 貸是卡,財工的費用 貸貸,貸物 讓人們有健康 尤其是那些 ca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o support a fair tax code that doesn't charge manufacturers' workers cops, builders, a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ir earnings that the most fortunate people in our nation and not let this stand in the way of reducing energy cost and fighting this existential problem if you think about that as an example yeah 所以他就是把一堆的單值丟出來 因为他刚刚说的东西完全不合理 刚刚的问题是 提高税收为什么会降低通货膨胀 他的回答是 就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幸运的人 不幸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提高税收会降低通货膨胀 其实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一直在讨论什么 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 变态 儿童性教育 呃 堕胎 因为如果他们对于经济有答案的话 他们就不会回答这些东西了 而且 这个观点是 整个民主党的主流 要解决通货膨胀 就是要打压那些创造财富的人 天哪 怎么会没有人想过啊 或许如果 企业全部国家化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我们不用在乎经济成长 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的国家 不只是控制货物的来源 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生产 那这不就完美了吗 哦不对 好像有人出过这样子的书耶 不对 好像还蛮多国家都这个样子的耶 纳粹 苏联 中共 北韩 委内瑞啦 只要变成那个样子 就可以解决通货膨胀啦 我们的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再次强调 他会是交通部长 不是因为 他很懂交通跟运输 而是因为 他是个同性恋 他说他有解决的方案 这是他说 要解决通货膨胀 就是要 斗地主 坟田地 打倒万恶 资本主义帝国 实践共产主义 乌托邦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反映 你现在有 认为民主党的计划 提供资金 和中等级的资金 你现在有 总共的国家的观众 共产党的观众 如果有人需要 持有更多的货币 它是最富有的 而且企业 都变得非常利益 那是怎么办法 企业 这很重要 企业老板太贪心了 所以他们刻意地 把价格调高 因为没有任何的竞争者 是吼 好有道理喔 CNBC的左派记者都问说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这跟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的交通部长大人 就在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说了一串 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啊 说什么的歪例 而且再度 OK 再度攻击 最大的支持 左派所有议题的企业家 Jeff Bezos 你可以想想看 Jeff Bezos 他买下 Washington Post 就是为了要 帮助你们 左派做文宣的耶 但是 左派永远只会 推卸责任 左派永远只会 互相啃食 以下是 交通部长说 都是Jeff Bezos的错啊 Bezos tweeted In fact The administration Tried hard to inject Even more stimulus Into an already overheated Inflationary economy And only Manchin Save them from themselves Inflation is a regressive tax That most hurts The least affluent Misdirection Doesn't help the countr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analysis Look the president's The theory of the case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s Is probably never going to be Wildly popular with billionaire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he is calling on them To pay their fair share OK 一切就歸零了 現在又回到經濟不好 就是因為老闆 企業主 付税不夠多 請問 這個解釋了什麼 這個政府做所有事情 只是讓經濟變更爛 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這邊看清楚 好 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墮胎要被禁了 這個ROBI會要被推翻了 白人至上 然後 同時經濟亂成一團 但是你看這邊 OK 我們要殺嬰兒 OK 同性戀 多好啊 你看 同性戀 都可以當交通部長 黑人都可以當白宮發言人 這樣子的話 一切就解決了 Xavier Becerra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美國衛生公共服務部的部長 承認FDA早就知道 嬰兒奶粉會短缺了 但是他們刻意什麼都不做 這些人做的實在是太棒了 Great job guys You guys are doing great Amazing job 這個鐵定可以讓你贏得選舉 At all times FDA recognizes What might happen When it moves in to tell a plant a manufacturer that they may have to take pretty dramatic action No doubt But at the same time Kate We hav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som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at Kronobacter disease 沒有錯 我們就是被這群腦殘 控制著我們的國家 他剛剛說的內容是 他知道我們會有 嬰兒奶粉短缺 但是他們沒有解除任何規定 讓美國的商家 可以從國外進口 國外的奶粉 例如像什麼 德國啊 澳洲啊 紐西蘭啊 來補充美國市場的空缺 好棒喔 對不對 但是這還不只是那些官員說的 就是通貨膨脹 油價上漲 氣候變遷 不只是他們這些資本家的錯 其實是你的錯啊 你買東西買太多了 你太貪心了 都是因為你這麼貪婪 才會造成一切通貨膨脹的啊 The next looming crisis Fuel shortages This is diesel prices skyrocket Diesel right now at a record $5.58 a gallon today and key tanks like these that you're seeing in New York Harbor those tanks supply the Northeast and they're running dry But the consumer holds some power to turn the tide of high prices A relentless buying and spending inflicted on a brittle supply chain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and at some point the consumer is gonna say alright enough's enough I gotta slow down because this is taking too much of my disposable income If we do have a pullback yeah stop buying stuff stupid economy with all your disposable income watch it gets worse listen just mention one more time that the consumer you and I and people at home do hold a lot of power to potentially lowering prices if we decide to stop spending more on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will bring down presumably the price of diesel because we won't need as many ships as many trains and planes to get goods to our front door uh 他刚形容的就是经济衰退 就是大萧条 oh!我们都不买东西了 我们都不要消费了 这样子卡车司机就会被开除啦 飞行员就会被开除啦 商店也不需要这么多员工啦 你只要不出门不消费不吃饭 价格就会往下掉啦 你的公司就倒闭 然后你没有工作 然后这个样子就解决通货膨胀啦 我不是个什么很爱讨论阴谋论的人 觉得什么政府的背后有个什么可暴在掌控一切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懒散解释一切问题的方式 但是目前会这个样子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这个可暴真的是存在 而且成功的骗了我们的国家 另一个就是 这些人全部都是 no ni no koru 有观众反应觉得说脑残是脏话不应该说 但是其实脑残是来自于日文 意思是留在记忆中 总之这两种可能就是 人民 no ni no koru 或者是政府 no ni no koru and maybe both 政府 no ni no koru 的方向 而且还呼吁人民去做 no ni no koru 的事情 而人民就是 no ni no koru 的执行政府 no ni no koru 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这么的 no ni no koru 但是我们不是 no ni no koru Elon Musk Jeff Bezos 这两个人可以丰富的安排时间 管理这么多大型的公司 赚这么多钱 铁定不是 no ni no koru 吧 他们也都醒了 发现这个样下去 不可能维持 而且 no ni no koru 的政府正在攻击他们 各个民调都显示出来 接下来其中选举民主党可能会大输特输 我们能做的就是出去投票 还有分享这个影片 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民主党做的事情有多么 no ni no koru 还有继续打我们世代的文化战争 左派永远都会指控我们 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 上个星期有几位观众留言说 堕胎是为了家庭好 堕胎是为了让女人有选择时间组成家庭 还有性爱这么恶心的话 我爸妈就不会把我生下来了 还有什么 我是不是认为人类的生命比动物高等 爱惜生命 就吃素啊 离婚制度变困难 家庭不会比较幸福之类的东西 简单的说他们就是使用他们最常指控 我们基督徒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然后打压人 虽然这些题目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想必这几位观众应该没有看过 我们有空的话可以再继续讨论 或是你可以去PHC或是AI News以前的影片看 我在这里快速简单的回答你 因为我懒得打字 我不觉得性爱很肮脏 我觉得性爱很神圣 因为性爱是可以创造生命的 神圣到应该在房间做 不应该在课堂上做 离婚制度变困难 家庭不一定会比较幸福 但是我知道只有完整的家庭 家庭才会真正的幸福 你支持堕胎的原因 只是因为你不想要负责任 你想要做爱不带套 又不想要有小孩 你们如果想要选择组成家庭的时间的话 可以选择洁身自爱 把自己最神圣的性爱留给你的先生 堕胎就是在杀人 因为你对你的身体不负责 而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那个人还是你的小孩 还有你提到什么 强奸怀孕的话怎么办 我支持各式各样的严巡峻法 来惩罚强奸犯 把他们的手脚都剁了 叽叽也剁了 脸上刺青或是烙印 都可以 我都同意 但是小孩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不应该让一个无辜的人 承担罪犯的罪 我知道这样子对女人很不公平 但是这是唯一正义的 而且是对孩子公平的 最后一个 对 我觉得人类的生命比动物高等 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欲跟性欲 我们可以理性思考 我们可以创造出 让世界变更好 更和谐的社会 更正义的社会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但是动物做不到 动物永远都处于一个弱肉强食 没有正义的生态环境 我们人有能力把正义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在这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回应你 甚至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是圣经说的 是神跟我 跟你 跟所有的人说的 也就是说 我的想法绝对不是道德的制高点 神的想法跟律法才是唯一的道德 你的想法跟你的私欲很肮脏很恶心 而且 跟我认识神之前的想法一模一样 但是 这次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聪明的人 你可以跟Elon Musk一样 做一个有尝试的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男家儿童和尚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家儿童和尚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 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 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 历临现场聆听男家儿童和尚团 第23周年音乐会 地址在天普市的尼玛内利宣圣会 5月21号下午4点钟 期待你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